河群星城旁的一块军方土地目前正在整地 要作为停车场之用 因为有住户反应 大楼本身的停车位已经出现不足的现象 再加上一旁又有新的建案已经完工 人口数增加的情况下 停车需求会更加迫切 就是盖了房子以后 这个住户停车场的位置越来越少 而且一般每一家几乎都会有两辆以上 所以根本不够 会啊 因为有时候朋友来访的时候 没有地方停车 会造成人家来访的时候都很麻烦 这块军方的土地已经闲置多年 没有做任何使用 河群离里长希望向军方借用这块空地 开闭成平面停车场 便和市议员陈梅娟联手向市府反应 军方也同意拨用 目前已经交由德标厂商整地 准备开闭成停车场 那目前是规划大概42个汽车阁 50个机车阁 那重点就是机车阁 主要是要给回馈我们的社区 所以是免费停放 那42格就做收费使用的停车格 那因为我们新的大楼林立 那以后如果家人或是小孩回来停车 一定会碰到一个汽车位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加紧脚步 我们先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 另外尾六路是和群星辰通往军校路的主要道路之一 但穿过郡村的路段只有6米宽 里长和市议员都希望能够拓宽 但因为考量行道数移植不易 目前只有将灯杆和电线杆移往路旁 希望之后能够将尾六路完成拓宽 那我们先把路灯跟电线杆先往后退 然后未来在圆环再缩小的部分 那我希望未来在整个道路的拓宽 都能够跟我们尾六路前面这边 能够衔接的起来 让我们的住户通往军校路的部分 都能够很顺畅 那未来还是希望能够期待朝向 整个路宽能够圈宽开辟 那我想这个可能要透过 很多的一个都市的计划来做 通盘的来就检讨 然后一并的来开发 河群新城人口数逐渐增加 车辆变多 河群里里长预判 停车空间和道路容量 会出现不足的情形 希望能够及早做好扩增的准备 方便居住在区内的里民使用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